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的品位真提升了不少,穿鞋尖衬衫配牛仔裙,比之前杨气太多。 年龄阶段不同,所偏好的穿衣风格也就不一样, 对于像杨子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来说, 选择一些清新又能够凸显出少女气质的衣服是很有必要的。 但同时他们也希望让自己展露出一定的女人味。 因此我们可以像杨子这样选择一件条纹的衬衫, 运用鞋尖设计来营造出不规则的感觉, 这样能够给我们带来几分时尚的气息, 下半身则可以选择用高腰的牛仔半身裙来进行搭配, 这样会使我们看上去更加的青春靓丽,很有少女气息。 杨子的品位真提升了不少, 穿鞋尖衬衫配牛仔裙,比之前洋气太多。 领口处的鞋尖设计为杨子的这件衬衫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设计感, 因为像这种鞋尖的设计会使她右半边的肩部被展现出来, 这样不但可以很好的增添她的女人味, 又可以让她光滑的肌肤得到表现的机会, 看上去落落大方,同时又能够呈现出几分时尚的气息。 而且像这样的领口设计比较独特, 撞杉率不是很高。 使用了条纹设计来进行搭配, 这样会使洋子的这身穿搭看, 上去更加的富有都市利人的感觉。 因为竖条纹的设计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修饰作用, 它能够让我们的身形显得更加的匀称, 而且可以拉长身材比例, 使得大家看上去非常的富有高挑气息。 穿搭小心机, 如果你的整体穿搭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就可以在耳环方面下点功夫, 像杨子为自己选择的耳环就很有个性, 造型感比较强, 而且使用了光泽感很强的亮片设计, 这样可以让它的搭配看上去更加的具有时尚魅力。 造型独特之中又带有了几分个人气场, 所以会使它看上去比较的富有潮流感, 摩登又有形。 除此之外, 我们在穿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细节方面的设计, 像杨子的这一款衬衫, 由于领口设计比较独特, 所以会让它看上去较为具有时尚气息。 但是虽然说这一件衬衫采用鞋尖设计展露出了右肩的线条, 但是左肩没有被展现出来, 这样能够形成一定的对比, 而且相对来说会更加保守一些, 不会让人觉得杨子的穿搭过于夸张。 发型Tips, 对于一些身高不是特别高挑的女性来说, 我们可以选用高高的丸子头造型来进行搭配, 丸子头发型会使女性呈现出更加甜美可人的感觉。 它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增高效果, 能够让我们的身材看上去更加高挑, 而且蓬松的造型也能够使我们的面部线条显得更加的流畅。 妆容设计, 对于肌肤比较白皙的女性而言, 选择橘红色调的口红来进行搭配是再好不过的了, 橘红色除了能够提升气色也可以让我们的肌肤看上去更加的雪白无瑕。 而且橘红色调并不会给人带来很突兀的感觉, 沉稳之中又带有了几分质感, 能够使女性的魅力大增, 看上去落落大方, 又很具有少女元气。 大气的西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帅气的感觉, 灰色系的西装套服能够使杨子看上去更加的大方利落。 单排扣的设计采用了木质扭扣, 所以看上去会很具有复古气息, 再搭配上一双白色的高跟凉鞋, 则可以让杨子的身形显得修长又高挑。 造型独特的连衣裙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时尚的魅力, 杨子身上的这款连衣裙用了黑白配色, 肩部运用泡泡秀设计给他带来了几分甜美气息, 而在中部的位置又带有了流苏的感觉, 所以会显得很精致, 整体版型采用鱼尾设计, 凸显出了他的腰线和臀部曲线。 白色T恤搭配背带裤的穿法, 可爱又俏皮, 让杨子瞬间回到了18岁。 而且背带裤的设计比较有特色, 尤其是腹部可以起到一定的修饰作用, 让我们的坠肉被遮挡住, 同时杨子的这款背带裤, 由于臀部设计比较贴身, 也可以凸显出他的曲线感。 杨子和肖战, 他们不过是人间烟火器, 最腐烦人心。 伴随着余生多关照的烈火, 杨子和肖战, 故为和林芝学校两人融合在一起。 从戏外, 给无数后冠状病毒时代的人们, 带来了岁月的宁静。 网友们跟着他们美丽的眼睛, 变成了熊猫的眼睛, 他们解读卡点内涵的头脑, 即将地中海, 有点风吹草动, 心情兴奋, 突然确认石锤, 咕咕笑得满屏幕都是。 从祈求官宣到默默地守护。 网友们感叹, 自己的恋爱没这么期待, 没兴奋。 也有人不知道, 那是因为他们的美丽 不过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人间烟火, 最抚摸着烦人的心。 你眼中的蓝天, 白云, 你视野中的太阳, 月亮, 你走过的路上的灯, 唱的歌和看得像日葵, 你错过的风筝和吃的锅, 画的画, 就这样是你。 我不管你有多有名。 我喜欢这样平凡的人, 喜欢这样庸俗的生活, 我喜欢人间的烟花, 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原来你也在这里。 他们的美丽, 可以牵着他的手穿过人间的烟花。 他们的美丽可以是 施一个愿望。 他们的美丽可以是 用尽全力奔向你的歌。 他们的美丽, 可以是具体的。 这美丽的是和你一起 去水连洞看猴子子。 这美丽的是我喜欢的 陆飞在你九宫阁的中央。 这美丽的, 可以是我为你唱的 温帝公主的侍卫。 这份美丽, 跨越了人海, 也是第一句话新年快乐。 这太棒了, 甚至是晚上的摩天轮。 有人能看到 你们的卡点玄学, 阿拉斯加雪鱼在水面上跳舞, 一些人可以看到 南太平洋的海鸽在 自由地享受, 一些人可以看到 地球的极圈在 五颜六色地扩展。 亲爱的你们, 梦想希望你们自己 努力实现, 美好需要你们自己去感受, 未来值得期待, 全力以赴。 当你们为你们的 未来踏实努力付出的时候, 你认为看不见的人 和遇不到的风景, 终将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有趣的灵魂, 生活会新鲜一辈子。 漂亮的脸, 短时间内就会厌倦, 只有心适合得来的。 祝你们继续传递点 美好的东西, 治愈凡间的迷雾。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 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